姐夫,我爸妈让你今天去家里吃饭。 一大早,司机间未来小舅子的王涛便满脸殷勤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,说话间,王涛便自顾地把我桌上的烟拿出抽了起来。 好,我并不喜欢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上下吃分,但想到马上就要和可欣结婚了,便也没有说什么。 我原本经营这一家规模一般的医疗用品工厂,在经历口罩之后,公司的生意便猛然暴涨了起来,事业与口罩都稳定之后,父母便催起了我的婚姻大事,虽然我还是想要继续搞事业。 但古话云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 当时小我两岁的学妹正在追求我,我便答应了下来,并且发展到了如今谈婚论嫁的地步。 如今一切已经谈妥,就等着到看好的良辰吉日领证结婚了,姑妈老丈人和丈母娘叫去吃饭,想来就只是日常聚一聚而已。 却没想到,一进女友家里,就发现规格远超过了正常的家庭聚餐,我有些疑惑。 以女友家的经济情况来说,连葱烧海参都上了一大盘,莫不是有什么事,丈母娘和惠却是用招待未来姑爷哪能随便的理由把我对付了。 杨晨啊,以后可欣我可就交给你了,你可得好好待她。 酒过三巡后,老丈人王健便拍着我的肩膀叮嘱起来,叔叔你就放心吧,我不会让可欣受苦的。 我举起杯中酒,一饮而尽,女友可欣在临安逸中,可是学校四小花旦之一,把这个漂亮学妹娶回家,自然是不会让她受苦的。 有你这句话,我们也就放心了。 说起来,王涛这小子怎么样,在厂里的表现还算争气吧。 老丈人说着,又把话题给转移到了小舅子身上,我瞥了正在挑着鱼刺的小舅子一眼。 挺好的,小涛在公司挺会来势的,我手下几个经理也说他开车晚。 大概八九个月前,可欣一家拜托我想办法安置一下王涛的工作,本是想把这小子安排去生产线上的。 结果人家闲生产线上太过枯燥,为了我这个没啥特长,还眼高手低学历,却只有中专的未来小舅子。 我只能新设了一个司机的岗位,讲真,在公司举报他的人不下两位数,小到在办公区域抽烟。 大到对女同事毛手毛脚,不是看在可心的份上,早就把他给开除了,不过此刻为了家庭和睦。 我也只好挑着好话说,行,只要这小子不给你添乱就行,我们就怕他惹神妖视出来。 老丈人满意地点了点头,本以为这就是日常的问一下,却没想到,小陈,其实今天叔叔阿姨还有个事想和你说。 你看,既然小涛表现也还可以,要不然你看,把你陷在那奔驰过户给他怎么样? 就是他女朋友家里,非得要车要房,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了。 主要是我们想着,你以后去哪里也都是他开车,这车在谁名下也都无所谓吧。 看着丈母娘夹到碗里的鱼肉,我终于明白了,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,今天这菜都快赶上春节的标准了,绝对是有所图,自打和可心在一起后,他家从微波炉到电视机都给换了一遍,那些东西倒还无所谓,现在竟然直接就要车了。 不是,阿姨,主要这个车,它也不是在我名下,是买来用作抵税的,挂的也是公司的户。 反正现在公司就小涛一个司机,只要不耽误正事,那车不也是随他用,过不过户也都一样吧? 我本以为退让到这一步,已经可以满足他们了。 却没想到,小舅子还是不乐意,不是,姐夫,就人家得看绿本的,正上不是我的名字不行的。 我查过了,即便是抵税车,也是可以过户到个人名下的。 陈,王涛是我弟弟,我们再过不久就要结婚了,你看带车在谁名下,不都一样吗? 你就麻烦一下,去办办手续,转给他吗? 女友也跟着晃了晃我的手臂,一起劝说起来,以往只要他撒娇,我都受不了,家里的各种电器更新换代,也是这么来的,但这次不一样,那可是超百万的奔驰S机。 就这么一句话,就转给他弟弟了,合着整个公司上下辛苦一年,给他弟这个司机苦了个奔驰。 可惜你听我说,这个事情不只是办手续那么简单,过户还得补交各种税费。 而且公司的经理,也就只开个凯迪拉克,大众什么的,我把公司的车转给了你弟弟。 这是钥匙传出去,我以后怎么带下面的人? 人家在公司辛辛苦干了五六年,小涛一个司机来了一年,就把奔驰开走了,这我怎么交代? 谁知道我话才说完,王涛就火了。 杨晨你在那暗戳戳地说谁呢? 合着你的意思,就是我不配是吧? 还是你觉得,比起我姐,你那些员工更重要一些? 我家可是,把我姐都嫁给你了,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家的。 此刻的王涛早已没了早上的那股谄媚劲儿,甚至连姐夫都不叫了。 她的说法差点没让我笑出来,先不说爱情不是以人换物,这都还没有结婚我就差,把她家给重新装修一遍了。 这样还不够,王涛,你闭嘴,怎么和你姐夫说话的? 丈母娘一声,喝止了王涛。 随后便又陪着笑看向了我,小陈啊,我们也没开过公司,不太懂这些流程。 主要是小涛家那女朋友,非说名下怎么也得有车,以后才不担心女儿的出行问题。 我和你叔叔没什么本事,能把可欣他们养到现在已经尽全力了,那车我们上哪拿去? 小涛也是,这些年谈这么多女朋友,就没有一个正经能成的,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姑娘,现在又被这车给挡住了。 你看你就在帮帮她,要是公司,那车实在不方便,不然你给她重新买一个? 好家伙,我之前还寻思着和会这丈母娘,大事上还算是非分明,感情是在这里等着,现在二手的都不要了想,直接要个新的。 陈,你就当帮她一个忙吧,我家实在是没那条件,要不然也不会拜托你,实在不行,以后年终奖这些你就都不要发给她了,就当是她向你预支工资买的车。 女友的再次恳求,也让我考虑了起来,毕竟是未来几十年都要相处在一起的人,只是一个逮捕车倒是也在接受的范围内,行吧,那就买个卡罗拉吧, 那车我看还行,空间配置都不错,保值率也可以,还省油,平时就在市区,跑跑也够用。 好好好,我就说,咱家可欣给我们家找了个好女婿,小陈你多吃点菜。 见我应下买车的事情,丈母娘脸上也乐开了花,当即就夹起一条海参,要放我碗里,可谁之手才伸到一半, 但王涛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,杨晨,你打发叫花子呢? 以为我爸妈不懂车好忽悠是吧? 你自己开个百来万的奔驰,就给我买个十万出头的卡罗拉。 那条海参也随着这句话给停在了半空中,小陈,不是我们要求高,就是车这东西,它一用就得是十多年的事,我们是考虑,既然买一次就干脆到位一点吧。 卡罗拉怎么就不到位了,我不太明白,一个人的脸皮是怎么能练到这么厚的,我出钱买一张车送出去,结果还被嫌弃是在打发叫花子,也幸亏以后不和丈母娘一家住在一起,不然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 阿姨,这车我了解过,配置什么的都不算差,不然你可以出去街上看看,开这车的人可不少。 而且,王涛女朋友家里不是要求有个代步车吗?卡罗拉代步那是绝对够用了的。 我还想着把情况给说明,可王涛直接就翻脸了,妈。 你别听他吓唬说,一个十万出头的车能好到哪去,他就是舍不得在我身上花钱。 一只沉默的老丈人也在这个时候发话了,杨晨,你和可欣马上也要结婚了,结了婚后,王涛也就是你小舅子,是一家人。 一家人又何必计较那么多,况且你有本事也不缺钱,你稍微帮衬一点王涛,有什么不行的? 之前,看在可欣的份上我一直在忍着,但现在真的是忍不下去了,我赚钱多,并不代表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 而且,这还帮衬得不够,我和可欣都还没有结婚,就买个十多万的车给王涛了,合着我就非得买个大几十万的车,才能算是一家人。 叔叔,这不是我不帮衬,但得有个限度吧。 小涛他也有手有脚的,他想要什么,总得自己争取吧。 那不成以后,他要买房,也得我来买吗? 我在心底打好了主意,反正要车就是卡罗拉那个阶级,实在不行我折现,要买多贵的,他们自己把握。 我娶的是可欣,并不是他们姐弟俩,可老丈人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怎么,竟然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,你赚钱赚得多帮福,一下王涛怎么了? 那东西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的,你带去棺材里,就只是一堆纸而已。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,买个王涛想要的车,这样你和可欣还有王涛都能过上好日子。 不然,你和可欣结婚的事情,老丈人没把话给说完,但不用说意思也明了了。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能说出这种话来的,王涛想要个几十万,甚至上百万的车我都得给买,要是不买我就连婚都没法结了, 我看向了女友,可欣,这也是你的意思吗? 陈,你就帮帮小涛吧,最后一次好不好? 女友继续哀求,但我已经知道她的答案了,或许是我之前的一味顺从。 导致了他们一家都觉得我给他家买任何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,这是再说吧,我回去了。 那条海参,我终究没有吃上,而公司的奔驰S级,也是销售经理来开回去的,我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,有些刺骨的晚风也让酒醒了不少,一旦恋情之中有了猜疑,那么裂缝只会越来越大。 这话并非是空穴来风,在今天之前,我从未觉得可欣败金或者伏地魔,那时候恋爱上头并不会去细想,但现在以怀疑的目光去看待,就发现有很多问题。 我与可欣最开始相遇是在学校里。 我带着高一入学的可欣办了入学流程,并交换了联系方式,但在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联系过,直到生意暴涨工厂扩建后,可欣想要用成本价屯200个口罩联系上了我,之后便开始了不断地约我吃饭看电影,好好想想。 虽然口罩一直反反复复,但那时大体是控制住了,应该是没必要一次性囤200个口罩的,而且在最需要口罩的时候可欣没有联系我,却在稳定后我工厂扩建了才来找我,再好好想想,可欣除了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,还有想要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会对我特别好。 其余时候,似乎都对我也就那样,我不确定可欣是否真的是拜金才和我在一起的,但今天的事情却让我有了这种想法,之后的一个星期,可欣还有她家里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。 我虽然无数次都想要主动去联系她,但最后都还是忍住了,即便当时与可欣在一起是因为家里催促,但相处了一年多也是有感情的,只是理智一直在提醒我。 如果可欣真的因为王涛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而与我闹翻,那么就算我再喜欢也不能结婚,就在我琢磨着怎么和父母说他们抱孙子的时间得延长的时候。 可欣的消息却发了过来,陈,之前我爸妈一直不让我联系你,你还在生气吗? 我想见见你,我和可欣在第一次约会的公园里见了面,才一见到我,她便扑进了我的怀里,那差点让我窒息的拥抱,让我的心再次软了下来。 可欣说,这些天她一直都想要联系我,可家里不让,说是要等我先低头,或许是真怕我不结了,又或许是被可欣说服了,总之据可欣所说, 我说,现在二老都不再要求帮王涛解决车子的事情了,并且再次邀请我,今天晚上去家里吃饭,好好谈谈。 只要王涛不再搞什么,邀蛾子就行,就我自己而言,也还是很想和可欣有个结果的。 有感情不说,主要也是懒得再去花时间认识新的人了,何况家里也催得紧,一直就盼着我赶紧结婚生子。 晚上和可欣一起回到家,果然如她所说,一到家就看到二老都陪着笑脸,这一次的菜要比上次少了几道,但却莫名地让我感到了安心。 看二老现在的态度,我应该是能和可欣正常的结婚了。 小陈啊,上次我们好好想想你说的确实有道理,小涛也是个男人有手有脚的,喜欢什么都应该靠自己努力去争取。 之前说我们不对,你也别放在心上,以后我们也不会再让小涛找你要什么了。 听到这话的我只觉得不可思议,可欣究竟是怎么说服她爸妈的,现在态度转变竟然这么大,但我们是觉得一家人嘛,一些事上还是得互相帮衬一下。 你看小涛现在也没有工作,还是让她继续去给你当司机吧。 行,那让小涛明天回来上班吧。 我直接就硬了下来,如他们所说,只是这种日常的帮衬,我是觉得正常的,那小陈,你看你和可欣的婚礼怎么安排。 二老主动提起我和可欣的事,看来确实是没什么问题了,就按照之前看好的日子来。 下个月一号去领证,然后二十五号办婚礼。 好好好,那就这么来。 对了小陈,之前不是说让你把那房子加上我们可欣的名字吗? 现在也不用加了。 这话直接把我整蒙了,可欣这是给他们喝迷魂汤了,还是说,二老这是在试探我,但不管如何,我和可欣都是真心,想要在一起,该有的诚意都是要有的。 没事,阿姨,加上可欣的名字,我觉得也挺好,起码可以让可欣多一份安心。 你看这房子,不用加可欣的名字,彩礼这边,要不咱们就加一加,一百六十六万行不行。 我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丈母娘补上的这句话,给堵回了嘴里,一百六十六万,彩礼直接翻了快一倍,在之前谈彩礼的时候。 我原本的计划十六十六万封顶,但那是二老非说什么可欣的表姐,嫁到外地得了八十八万的彩礼,可欣的说什么也不能这么低,最后便商量成了八十八万。 我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可欣,但可欣的表情却看不出什么惊讶来,就好像她事先已经知道二老要将彩礼翻倍了。 不是阿姨,行不行的,我们之后再说,就这有些突然,为什么会突然要加彩礼啊? 多的那七十八万并非,是我拿不出来,但我一定要搞清楚,这七十八万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加的。 可谁知,丈母娘却是相当淡定地说出一番震碎了我三观的话。 我们不是想着,之前你也前前后后给我们家添置了那么多东西,结婚就让你少负担一点吗? 你买的那套房子少说,也得六七百万吧,可欣就不去占一半了,然后小陈你把彩礼添一点。 一百六十六,听着大气有吉祥,我们和亲戚说起来脸上也有光,这不是对谁都好吗? 得亏是今天没有喝酒,不然差点掰扯不过来。 我买那套新房的时候,总共花费了七百四十万,预计再过一个月就能交房了,如果不加可欣的名字,那房子就归我一人所有。 按照丈母娘的说法,我这是用七十八万的彩礼,换了三百七十万的房子,听上去是这么一回事。 但问题是,这七百四十万里,无论是可欣,还是他们一家都没有出过一分钱啊。 况且,那房子本就是为了结婚才买的新房。 不管家不家可欣的名字,只要我和可欣结婚。 她都是房子的女主人,都是得住在里面的,说句不好听的。 只要我和可欣不离婚,那房子家不家她的名字,对我都没有半点影响。 但谁她妈结婚,是为了离婚啊。 现在就说一句,不用家名字,我不仅得再加七十八万的彩礼,还搞得像是我大赚了一样。 看我不说话,丈母娘借着问道,小陈你看阿姨说的是不是? 要是没什么问题,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。 我还是不说话,从我进门,就一直埋头吃着饭的王涛也终于说话了。 杨晨,你到底什么意思? 是不是我们都给你脸了? 你口口声声说会对我姐好,结果就是这么对的。 是,我找你要车,确实是有些说不过去,但我姐可是你老婆,你连在她身上花点钱都不肯了。 我姐都主动提出,房子不用家名字,归你一个人,就想结婚的时候风光大气一回。 你倒好,连这点都满足不了。 我算是看出来了,你之前推辞买车什么的都是借口,你就是不舍得给我们一家花钱。 王涛面目猙獰地朝我呵斥着,但这几句话也彻底给我骂醒了,我终于反应过来这一家敲的什么算盘了。 恐怕那七十八万并不是为了可信要的,到时候估摸着就装进王涛的口袋里了,或许是上次的事情让他们以为,我不给王涛买好车是因为我不愿把钱花在这个小舅子身上, 但如果是以可信的名义要钱,那我就不会拒绝也没有理由拒绝了,事实也确实如此,如果只是价格一二十万的话, 没准我真的就同意了,只能说这一家人不仅太贪,而且太心急了,王可信你跟我来。 我说着,就把可信从座位上拉了起来,见我要把可信带走,王涛也急眼了。 你要把我姐给带到哪去?财力要多少,是我和你姐的事情,得我们商量,要是今天商量不明白,那这事就不可能。 王涛被我这句话,赌得说不出话来,我则是一口气,就把可信连拖带拽地带到了车上, 可信你老是和我说,那七十八万是要用去干什么的? 我盯着可信的脸问道,可信却是把眼睛披向了一边,我妈不是说了吗? 就是想要大气一点,和亲戚朋友说起来,也有面子。 都到这时候了,你还不肯和我说实话? 那七十八万是不是要去给你弟弟的? 在我的一再逼问下,可信终于说出了实情,可信的家庭条件并不好,这么些年也没攒下什么钱。 再加上王涛又不学无数,整日还无所事事的,之前谈的女朋友,大多数都是常年在夜店鬼混的小太妹那一类,少有两个震惊的,也因为对方家里觉得王涛给不了女儿好生活,最后变黄了。 这也就导致可信父母对王涛的婚姻格外上心,生怕儿子娶不到媳妇,前段时间通过朋友的介绍给王涛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,那女的家里也有些奇葩,因为太宅了,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 就更别提谈恋爱了,见女孩始终没什么恋爱的动静,老两口也是急,就问女孩的想法,结果女孩直接说,她没有恋爱的打算,但老两口要是觉得她不结婚不行的话,她随便嫁个人也行, 唯一的要求就是得允许她宅在家里,所以老两口就合计,实在不行,就像女儿说的,找个能凑合在一起过的就行了,但因为女儿宅,所以就要求男方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,起码女儿以后不会过苦日子,然后可信父母也觉得王涛和这女孩凑合着过也行,起码这女的不会嫌弃王涛,没车没房没学历。 虽然未必说得上多爱王涛,但好歹也能传宗接代,并且女孩的性子也不用担心,以后会出去乱搞给王涛戴绿帽什么的,在撮合下两人就在一起,并且没过多久就谈婚论嫁起来,但因为没钱进展也就卡住了,眼前再拖下去女孩家可能就要放弃了,就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来。 一开始想着有了那张奔驰就能够唬住对方父母了,却没想到我没同意,后来便想着以可信的名义找我多要些彩礼,然后拿着这些钱让王涛去娶那女孩,听可信讲完这些,我实在是有些不敢相信。 我花钱帮王涛去娶老婆,这算什么事,而将一切说出来的可信,也再次向我撒起了娇,陈,小涛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,我实在不能不管她,要是这次错过了这个女孩,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愿意嫁给她的,你就帮帮她好吧。 我也不想再看到我父母为她的事情操心了。 以往总是让我心软的撒娇,现在听到耳朵里,却是毫无波澜,这话听起来要多搞笑就有多搞笑,不想让父母操心,那有没有想过为我操操心,我也不知道可信究竟是傻还是真就把我当成了提款机。 王涛的问题,不是那张车,也不是那几十万,而是他本身就没有钱,就算我把车把钱给他又怎么样,他自己没有赚钱的能力,那些东西就永远都不会够用,只要他不会赚钱,那他以后没钱了,还是只能来找我要,可信你听我说,那女孩家本就把标准说出来了,人家什么都不要,就要找个有经济实力的。 你家里知道没钱,还硬要凑上去干嘛,难道王涛和那女的结婚之后就会有钱了?要我说,王涛本身就达不到人家的硬性标准,还不如早早放弃对谁都好,等以后他发展起来再说。 见我始终不同意,可信的脸也冷了下来,杨晨,今天我也和你说实话了,如果不把小涛的事情给解决了,我们两个的婚也结不了的。 可信说出这样的话,并没有让我震惊,毕竟在他家提出彩礼翻倍的时候,我就预想到了这个结局,唯一的感慨便是,我竟然到现在才看出他伏地魔的本性,行,那就不结了。 我淡然地点了点头,从可信把这句话说出来,我和他就再也没有任何可能了,我们之间的问题并非是这几十万,倘若用这几十万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 那我还是非常乐意的,问题是,王涛就从来没想过,靠自己去赚钱,是可信一家,总觉得我帮他们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,如果可信一直是现在这种态度,那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,我都能预见了。 我给王涛的工资,哪怕已经高出了市面上司机的平均工资,但每个月依然会向我预知一些,这一百六十六万的彩礼,就算全给王涛,也总有一天会被花完的,到时候呢,万一那女的家里再提出要一套房子呢,只要王涛有需要,那么可信就会向我开口,而倘若我不同意。 可信依然会像现在这样用我们的婚姻作为威胁。 及时之损,这是一个成年人需要明白的,可信则是瞪大的眼睛,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干脆,杨尘你疯了吗? 咱们下个都要结婚了,你说不结就不结了。 可信这句话实在是让我想笑,先提出不结的人难道不是你吗? 不是,那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想想。 小涛可是我的亲弟弟,要是你弟弟需要帮助,你能不帮吗? 好经典的道德绑架,不过我这个人没什么道德。 如果是我弟弟我当然会,但是你搞清楚了,王涛是你弟弟,不是我弟弟。 你就算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拿去帮他,我都不会有任何的意见,但凭什么用我的钱去帮? 那你不是王涛的姐夫吗? 结婚后,小涛不也是你弟弟吗? 可信几乎是咆哮着说出这句话的,我是不太明白,这种话为什么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,你搞清楚了,即便结了婚,王涛也不过是我的小舅子。 行了,事已至此,说什么都没用了,我们就这样吧,之前已经给的五金一钻你也不用还了。 我说着,就下车拉开了可信的车门,或许是意识到我竟然真的要放弃了,可信的表情变得慌张了起来,而这时候老张人一家也从楼上走了下来, 我也正好趁着所有人都在把话给说清楚了,叔叔阿姨,王涛的事情我没法帮忙,我和可信也到此为止了,我们就好聚好散吧。 我说完就要上车,却是被丈母娘给一把拉住了,小陈你说,你至于这样吗? 有什么咱们好商量不是? 那要是实在不行就不帮了,没必要影响你和可信的关系是吧? 不知道是真的怕我走还是什么,丈母娘现在的语气格外的轻柔,甚至带着几分恳求,只是这样的话我已经不会信了,所谓的商量实际上每次都是我在让步,现在说着不帮,但到最后还是会找上我的, 要是一直拖到我和可信结了婚,到时候恐怕就真是不帮不行了。 阿姨,咱们之间已经因为这件事有间隙了,之后大家心里都会有个砍过不去的,所以还是算了吧。 我说着,就要拉开丈母娘的手,没想到王涛又冲了过来,那我姐的损失怎么办? 我姐和你在一起的这一年怎么算? 你要是不耽误我姐,我姐现在说不定早就嫁人了。 你完了我姐耗费了她的时间,现在说走就走了。 这是什么屁话,王可信的时间是时间,我的时间就不是时间了,我不止付出了时间,还往里面搭了不少钱。 你,小陈啊,你要真觉得不想结婚了,那我们也不好强留,但小涛说的也确实没错。 女生的黄金年龄本就不如男生,你说你们在这一年最后也没有结成婚, 而且,你们要结婚的事情,我们也都和亲戚朋友说了。 你现在退婚,我们不仅要去一一说明,搞不好可惜还会被亲戚们嘲笑,这你总得赔偿一些吧。 我们也不多要,一百万赔偿我们的各种损失,不过分吧? 不过分吧,我是很想问问丈母娘,这么过分的话是怎么说出来的? 合着我是没有亲戚朋友,还是怎么样?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。 这一家人,哪怕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,还在想着,尽可能地从我身上扒下一层皮来。 阿姨,我之前已经和可欣说了,已经给过的五金一攥就不用还了,但其他的我也不会再给了,就这样了。 我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,留下这句话后,便开车离开了。 从后视镜里能看到可欣追了上来,但我并没有停车,之后的半个月,可欣一家都有打过电话给我,但我都选择了无事,我也和家里说明了情况。 父母虽然对暂时判不到孙子表示遗憾,但也还是同意了我的做法,我的生活也回到了一年之前的状态,大部分时候就都是家里与公司两点一线。 直到一个未知电话的打来,来电者自称是隔壁市私立医院的采购部主管,由于防护服紧缺,想要从我这里订购一批,我们约了下午,在我公司旁边的饭店里,先吃个便饭,进行初步的交谈。 见面后,女人看上去大概三十岁左右的样子,她给了我一张名片,白露,风华私立医院采购部主管,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,我便和她谈了起来,酒足饭饱之后,初步的异象也达成了,白露希望订购两千套防护服,也不知道白露是想表明诚意还是怎样, 竟然还你好了合同带过来,虽然单职不算太大,但也还是可以,要是以后能长期合作,赚的可就多了,只是谈得差不多的时候,白露却是不老实了起来,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小腿正在被私质的柔软抹擦着。 白露大抵是想要通过一些特殊手段,让我的价格再低一些,不过我并没有拒绝,坦白说,白露挺漂亮的,身上有一股少富独有的韵味,见我没有抗拒,白露也愈发大胆了起来,甚至主动拉着我的手引导了起来,就在手快要攀上山峰时,我开口了。 白小姐,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?有些事情做了,可就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了,虽然我不介意这一单少赚一些,但总是不能倒贴的,白露微微笑了出来,那就得看你的本事而定了。 我愣了一下,随即便反应了过来,是什么意思,可还没等我行动,白露却是率先一步主动了起来,我而制服被解开了大半露出了里面的白花,而我也攀上了双峰,可就在这时,白露却是突然脸色大变。 非礼啊,你在耍什么酒疯?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吓了一跳,本能地想要把手给收回去,可谁知白露却是死死,抓住我的手腕,让我继续按住高峰,一边喊着非礼,一边让我继续非礼,这是什么事情? 下一秒,包房的人被猛然撞开,只见几个人举着手机就走了进来。 在看清来人竟然是王可欣一家时,我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,果然,在几人一顿狂拍后,白露终于把我的手给放了,而我的前丈母娘也发话了,杨晨你个丧良心的,即便你和可欣分手了, 我们也还好心介绍可欣的表姐和你做生意,你现在却干出这种丑事来。 看着那质问的嘴脸,我直接被气笑了,事情是怎样的难道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吗? 毫无疑问,我被自己的前女友仙人跳了,可何慧却是避开了我的反问,直接说道,看在你和可欣曾经的关系上,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私聊。 保密费,可欣表姐的精神损失费,安抚费,前丈母娘说了一堆我之前从来没听过的各种赔偿,最后总结下来,就是,赔偿五百万,这是救了了。 我他妈,薅羊毛,也不能只逮着一只羊硬薅吧,羊都他妈被薅吐了,不是,先不说这是你们的把戏,开口就要五百万,这可算是敲诈了,我可以反告你们的。 我如此说道,希望能以此下退他们,却不曾想人家根本就不放在心上,你还好意思告我们,我们不告你就算好的了。 总之你自己掂量,我们只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,五百万,一分都不能少。 你对可欣表姐做出了那种事情,要是不赔偿我们,你也别想好过。 一天之后,你要是不赚钱,我们不仅要告你,还要把你给曝光,到时候,你就要上新闻了。 说完,王可欣一家,也不再给我任何反驳的机会,直接就走了,我独自在饭店的包间里,缓了半天之后,脚也还是软的。 这一次,被拿到命脉了,我并不惧怕他们去告我,法律是公正的,只要调查,就一定能查出真相。 但曝光可就不一样了,现在的媒体可没有太高的道德标准,只要能有流量,什么事都能报,况且,他们手上还有实锤的照片,只要曝光出去,恐怕与我合作的医院,还有其他机构都会避嫌。 到时候,肯定会大大影响生意的,只是五百万,要是拿出去公司,可就没什么现金流了,不由懊恼自己刚才上头了。 看着手中的名片,恨不得把它当作白露给撕了,就在我想这么做的时候,目光却是被名片最下面给吸引了。 第二天一早,钱丈母娘便让我去家里好好谈谈。 我在午饭的时候过去,桌上的菜却是少得有些可怜,或许是已经把关系闹到这个地步了,包括可欣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好脸色,怎么样? 钱带来了吗? 我还没有坐下,钱帐母娘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,我也是十分苦恼。 阿姨,这件事情我认了,只是你看,毕竟事实也不是那样的,要不就少一些。 二百万怎么样? 我的提议才刚刚说出口,王涛便一拍桌子,猛然站了起来。 不行,昨天我们也说了,五百万一分不能少。 杨晨,你那么大一个老板,不至于五百万都拿不出来吧。 你可要想好了,别怪我们没有提醒你,这件事情死了了,你以后还是你的老板。 但你要是非得作死,我们拿不到钱,也绝不会让你过一天好日子的。 我记下了王涛现在的这副嘴脸,但却没有接他的话,而是继续看向了钱帐母娘,她也跟着点了点头。 杨晨,就像小涛说的一样,五百万,你给了大家就都好,你要是不给,那也别怪我们绝情了,谁让你先犯错误的。 我叹了一口气,阿姨,我也想顾及我的名声,但五百万我一次性真的拿不出来,公司总得留些资金流,而且还得给员工开工资的。 你别和我说那些,那是你的事情,反正今天我要是见不到钱,我马上就让可信的表姐去告你,并且把你那副淫荡的样子给曝光。 钱帐母娘恶狠狠地瞪着我威胁道,我虽然气愤,但也还是只能说道,阿姨,那你看这样行不行,你让我有点周转的空间,我每个月给你们一百二十万,给你们五个月,这样加起来就是六百万,这样行吗? 平白无故地,就多了一百万,只是考虑了一下,王可信一家,就全部同意了我的提议,但要求,我现在就把一百二十万转给他们,为了暂时稳住他们,我只好照办。 半个小时后,钱帐母娘的银行卡上收到了短信,这才同意让我离开,啊,杨晨,当时你把车转给我再把彩礼加一加不就没现在的事了吗? 现在反倒得拿出这么多来,还失去了我姐,你活该。 离开前,王涛还对我嘲讽道,我没有反驳,只是扯了扯嘴角,回到车上,我把手机拿出来,关闭了录音功能。 并且把转账的凭证做了备份,原本想着好聚好散,但既然他们做到了这一步,那我也不会再退让半步了,把杨浩疼了,可是会被顶的。 我并没有马上离去,而是把车开到了一个隐蔽的位置,不出所料,大概等了一个小时后,就见到王涛和何惠一起走了出来,两人拦了一张出租车,我跟在了后面,二十来分钟后,出租车开进了一个中高端的小区里,如果没猜错的话,这里应该就是王涛那个奇葩女友的家了,我盘算了一下。 王涛那女朋友,似乎也挺适合我的。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结婚的打算,和那女孩结婚生子,也满足了父母的愿望,而且,我是真正意义上的符合条件,大约两个小时后,何惠笑呵呵地领着王涛走了下来。 看样子,似乎是把王涛的人生大事给定下来了,我记下了那女孩家的地址,但并没有立即上去,而是又悄悄地跟着她们回去了。 在王涛家楼下,一直等到了天黑,大概晚上八点左右,只见王涛一脸悠哉地从家里走了出来。 以我对王涛那性子的了解,这家伙拿到这么多钱,是绝不可能安分守着钱过日子的。 不出我所料,我跟着她来到了穆哥,这家KTVC不只是唱歌那么简单,在看到她进了哪间包房之后便没再跟进去,而是又等了半个小时后,找到了一个服务员,我把一千块钱还有我的手机交给了她。 几分钟之后,服务员便走了出来,把手机还给了我,我打开看了一眼视频,没想到这小子玩得这么花。 左右搂着两个女的也就算了,身上还坐着一个,手还放到了某个不能描述的地方,表情一脸的淫荡,有意思。 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这么愉快了。 拿到视频后,我找去了那女孩的家里,开门的中年男人应该就是女孩的爸爸,你找谁? 他一脸警惕地看着我,我则是拿出了手机,今天王涛应该是和你谈好了和你女儿结婚结婚的事情吧。 我不知道你对他这个人有多满意,但我觉得你应该先看看这个。 视频还没看完,男人的脸色就肉眼可见的变得相当阴沉,你是谁? 为什么给我看这个? 男人紧握着我的手机问道,自我介绍一下,我叫杨晨和王涛的关系吗?前任准姐夫。 对了,再提一嘴,我开着一家医疗用品公司,应该是符合你嫁女儿的标准的。 还有,王涛今天提亲带来的那些钱,是从我这里敲诈来的。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了一遍后,男人的表情变得更加阴沉。 对于我的提议,则是说让他考虑一下,我让他慢慢考虑,不过在明天之前,不要去找王涛家对质,从女孩家出来后我便也回家了,睡了一个相当舒服的觉。 第二天一早,我就来到了派出所,同志,我被人勒索敲诈了。 在我从警局里出来三个小时后,就接到了和会打来的电话,电话里他的声音颤抖,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吓的。 杨晨,你究竟搞了什么鬼把戏? 为什么警察会来的把我家小涛给带走吗? 你现在就给我来家里把事情说清楚,不然我马上就把你的丑事全部报出去。 挂断电话后,我立马驱车赶往,不是害怕,而是这件事情还没完。 你个狗日的,我们答应不曝光你你却背后搞这种小把戏,你现在把小涛搞了进去,是想怎样? 快点,把小涛给我弄出来,不然我和你没完。 我才刚一进家门,前老丈人王健便一把揪住我的脖领子,把我按在了墙上,这反倒更让我开心了。 叔叔,我劝你最好别这么激动,你要是打了我一下,我可就要往地上躺了。 王涛现在已经进去了,你也不想跟着他一起进去吧。 听完我的话,王健额头的青筋都爆了出来,但几秒之后还是放开了我,我理了李林口。 您说我背后搞小把戏,是没错,不过先搞把戏的人是谁? 我看着他们一家微微笑了笑,杨晨,你别得意,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。 别忘了,我们手上可是还有你的照片。 你今天要是不把小涛弄出来,我们立刻曝光你。 前丈母娘和慧再次对我威胁起来,我耸了耸肩,阿姨,现在照片是唬不到我的。 刚才警察来的时候,肯定都检查了你们的手机,并且把相片视频都做了记录后,就给删了吧。 不然也不会光凭我的一面之词,就把王涛给带走的。 现在那些照片恐怕只有警方手里才有,当然,即便你做了备份也没用,现在警方那边做了备案,只要照片一泄露出去,你就可以和王涛在里面母子重逢了。 何慧那慌张的表情变化,印证了我的想法,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,那些照片现在已经曝光不出去,无法对我造成威胁了。 但只是短暂的慌乱之后,何慧的神色又恢复了一些,但你别忘了,你可还有强之案的事情,照片我们曝光不出去,我就让可心的表姐去告你强奸未遂。 那些照片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用的,王涛只是诈骗,大不了我们把钱赔给你,但你这个强之案犯做的牢可要比我们小涛多多了,所以你要是不想吃牢饭的话就把小涛给弄出来,这样对谁都好。 我并没有慌张,不只是相信法律的正义,还因为他们根本就起诉不了我,得了阿姨,你也别再撒谎了,那根本就不是王可欣的表姐,就是她的闺蜜而已。 或者你要不要问问她,被警察同志批评,是什么感觉? 说起来也好笑,让我栽了的是那个白鹿,让我能够翻盘的也是她,那时候,他们一家人走后我本是想把名片撕了,却是看到了名片上的信息,我接触过的采购,名片上都会留有座机专线的号码,可她的名片却只有她的手机号。 我抱着怀疑的心态,打去风华医院求证了一下,他们的采购部长根本不叫白鹿。 而且,最近也没出现物品短缺的情况,也就是说,这个白鹿就是唬人的,说是什么采购主管,不过就是为了能把我约出去而已,而决定一切的便是那份意向的。 那份合同,那份合同也是假的,目的是让我更加相信她的身份好放松警惕,但也是那份合同,让我不再惧怕她们曝光或者起诉。 昨天晚上,我找到了白鹿,告诉她,我准备把那份合同交给风华医院进行合作,只要风华医院收到这份伪造合同,那一定会起诉她的,到时候不管判多久,她的铁饭碗都是指定保不住的。 迫于无奈之下,白鹿也只好和我达成了协议,她去向派出所澄清,一切都是在陷害我,我则是不起诉,她也不将合同交给风华医院,以为我是在唬人的王可欣,当即就拨通了白鹿的电话。 可挂断电话之后,脸色却是变得面如死灰,显然,她的确得到了证实,而何慧也通过王可欣的表情看出了一切,语气终于是软了下来。 小陈,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对,但是你看王涛也还是个孩子,这么小就去坐牢你,让他以后怎么办? 你就放了他吧好吧,大不了我们把之前的钱全都拿给你。 看着何慧那泛红的双眼,我的心底却是没有半分的同情,如今的这一切,本就是他们自找的,阿姨请你搞清楚了,那些钱本就是我的,无论我起不起诉,都得还我。 至于你所谓的王磊还是个孩子,第一,他已经成年了。 第二,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,都是因为他才造成的。 见我没有放过的意思,王可欣也是朝我咆哮了起来,杨晨,你至于做得这么绝吗? 我们家不就是要了你点钱吗?你就不能看在我们曾经在一起的份上,放过我们放过王涛吗? 听到王可欣说的话,我也再也不留丝毫情面了,直到现在为止,他们都还不觉得他们是犯了什么大错,我做得绝。 是谁先把事情给做绝的,我原本是想着好聚好散,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的。 你们一家人是怎么做的? 设计陷害我,要不是我恰好发现了漏洞,不然一辈子都要被你们拿捏住。 还要了点钱,你以为五百万是小数目吗? 我告诉你,五百万,足以盼王涛个几年的。 你也还知道我们曾经在一起过,我问你,你什么时候向着我过? 你弟弟要车,你帮你弟弟说话,你弟弟要钱,你用结婚作为威胁逼我给钱,到最后你还和他们一起来陷害我。 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,想过我们曾经的感情吗? 我把憋在心里的话,一股脑子都给倒了出来,王可欣直接就被我的话问得牙火了。 你现在在这里和我争论这些,已经没有用了,还是担心一下王涛会不会把你们给供出来吧? 他要是供了,你们一家可就能团聚了。 说完,我便直接离开了,那天我离开之后,王可欣来找过我,言语之中满是卑微,希望能和我复合。 或许是发现,我是他的人脉圈里最适合结婚的,但我是不可能让同一个人耗两次羊毛的,也是在那天的一个星期之后,王涛的女朋友。 不,应该是前女友的父亲找上了我,在确定我满足他家的所有条件,并且能够负起责任之后便把事情确定了下来。 未婚气临网,虽然颜值上不如王可欣,但细看之下也是非常可爱的,尤其是因为常年宅在家里,那皮肤白的堪称冷白皮天花板,我父母虽然觉得婚姻还是得有感情。 但最后还是被我以生孙子为由同意了婚事,我和林瓦结婚了,在那天的三个月后,婚后我发现我简直就是捡到了一个宝藏,瓦虽然不爱出门,但并不是每天就在家里荒废度日,家里的一切家务都被他给自愿承包了,家里每一天都是干干净净的,而且瓦的厨艺还十分了得。 小到奶茶店的某杯饮品,大到饭店里的硬菜,他基本上都能够完美复刻出来,我在忙工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打扰我,只会默默为我准备好夜宵,虽然直到现在也还是不爱出门,但与我的关系却是变得火热了起来,甚至现在肚子里已经怀上了小杨晨,我有时候甚至会想感谢王涛,如果不是他们一家, 那我也不会遇到玩这么好的妻子。说不好,到现在,公司都会被他们一家给薅没了。 王涛在那之后不久,因为各种证据充足,再加上还有白露的指认,因严重敲诈勒索,被判了有期徒刑五年。 从我那敲诈去的120万,不仅要全部归还,还得再格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等各种费用20万元,而我的前丈母娘也因为被王涛给供了出来,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。 一个家庭就这样变得支离破碎,但直到今日,我还是没觉得我做得过火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,既然做出了选择,那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。 令人唏嘘的是,前不久,我因为应酬和客户去了一趟木哥,因为客户需要,便帮他叫了些陪酒,而王可欣这个曾经的笑话赫然在其中,那天唱完歌后,客户带走了他心仪的陪酒小姐。 而我则是给了王可欣200的小费,曾经他只要随便向我撒个交得到的,就要比这多得多,可现在这200块还得看我的脸色和心情。 我也想过,如果那时候他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帮我说话,那么一切会不会都和现在不一样,后来想想,或许他真的就是最开始便是冲着钱才追求我的,那也就注定了现在的局面,就这样,我得哄老婆睡觉了。